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丰富 近年流不掉 那么我们的政府 每次逢到这个问题 碰到这个问题 他们所想到的 就是找老百姓的麻烦 他不会去追根究底的 资本的去想说 我如何一次标本根治 然后让他一劳永逸 让人民活得安心 让企业在这边发展 能够永续的发展 他现在就说 我只说最近的缺水 只听到政府的官员说 如果水会涨价 那就不会切水了 就是你们就知道省水了 用这样的态度 用这样的方式 以涨价来耶稣你们用水 听起来很像有道理 就像柯P讲的 叫携身把水龙头关掉 叫携身不要洗手 就可以省水 不是那不就是会传染病 不就是会漫人吗 以柯P身为一个医生的立场 他就讲这个也很奇怪 对啊 就像我讲的 涨价 很像听起来有道理 可是也很奇怪 我有涨价 你们就不会 我发现我们有涨价35块40块 我的宾室越开越大台 我的卡车越开越大台 然后呢 这个店涨价的话 你就不要点那么多趴 我们这两趴都不要了 上面也不要最省 听到这些官员的 这样的一个谈话 实在让您有点哭笑 不是哭哭笑 他最主要是把我们当作奴隶 我就是统治你 我就是把你约束 我就是把你约束 把你约束 把你吹下去 你就知道了 各位大家会问 那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对啊 就找你来 就是要台湾 所以今天刘姐 您 其实这个事情 老问题 这个问题 我早在十几年前 也曾经跟几位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谈过 可是我发现很像对牛谈情 就像人家常常讲一句话 在骂这些政客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你根本就不是用治国的态度 在治理这个国家 而你是在炸起这个国家的子民 你根本就在以其以求 甚至呢 反正我这些 可能是四年八年而已 我以前谋师也好 或者是官商国家也好 图利他人 等于图利自己 就像最近的美和事 最近的这个交求的案子 顶心 全部展现出来给国民看的 我们公民要不要解决 那我讲这个很浅显的一个治水的问题 不要说大意 你跟那个政治人物讲治水 你的方法是什么 很简单 我提出了 我早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就提出一个河川水库的概念 何谓河川水库 简单的说 就是在河川 在水量很多的时候 就要懂得汽水 就是把河川当成水库这样子运用 为什么这种概念呢 因为我住在高雄 高雄市 没有天然的水库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澄清湖水库 跟阿公店水库 跟凤山水库 那这些水库都是人工湖 收穿的都是天然的湖泊 没有穿 那都是在平地上的湖泊 各位大概都知道 早在这个民国八十初年的时候 我们的执政 现在的执政党 就是国民党政府 曾经想在美农 就是我的故乡盖美农水库 为了美农水库这个事情 闹得惠惠扬扬 结果呢 因为这个美农水库 我们美农人 以前一直以来 都是在支持国民党的 客家人 所以说死客家人 就是我们死客家人 一直在支持国民党 一直到了反美农水库开始 你看美农的这些政客 一个一个都被换掉了 为什么会让他们世袭政权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 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在做事 没有苦民守苦 没有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 而是以你们自己的立场为立场 为什么 因为建一个水库 他们有利可图 图什么 一个工程那么浩大 花下去几千亿 甚至上兆 那当然有工程动 他们就有钱可以赚了 他们有三分之二的 那个可赚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再去追溯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目前的政府的立场 就是这样子 好 那美农水库被缓掉以后 结果呢 他还来一个替代方案 就像苏花膏 有一个苏花袋 苏花涕一样 来一个替代方案 那既然水库不让我们盖 那 为什么不让他盖 其实他还是执意要盖 甚至呢 台面上的 目前在台面上的这些政客 在美农大肆的炒作农地 山坡地 甚至国有地 大肆的去沉租器去收刮 结果呢 美农水库胎死腹中 那为什么胎死腹中 是刚好因为阿扁执政 要不然到美农水库 这个事情没完没了 那当然我们在地的人民 一直的反弹 造成 这个 选票也不投给 那个当时的国民党 所以说 也让美农人整个的结醒以后 让民进党 也在 我们那个当地人 也得了不少的支持 所以说 也顺利的当前执政 可是执政以后呢 当然阿扁就是把 水库的事情 暂时反下来 就是所谓的 所以反美农水库 就成功了就对了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 回来再继续来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